8月21日,为期七天的行走中国2015世界华文媒体江西行活动正式受关 七天的江西文化生态之旅落幕 华媒高层纷纷为风景这边独好的江西点赞 8月15日,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联合主办的聚焦梦里干婆 耕读大美江西 2015世界华文媒体江西行活动在南昌正式启动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菲律宾等世界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26家华文媒体高层参加活动 七天中,海外华文媒体高层参访团行程1000多公里 等江南第一仙山、三清山、由中国最美湖光山色、卢山西海 探中国此都景德镇、赏中国最美乡村雾远 江西文化之深厚、生态之秀美,令不少华媒高层赞叹 墨西哥墨华堂运营总监陈彦告诉记者 他将通过新媒体等手段把江西之美传递给更多在墨西哥的华人华侨 以前对江西的印象非常的少 比如说江西的发展比较之后啊比较缓慢啊 结果来了以后完全颠覆了我对江西的所有整个概念 不管是从它的文化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城市建设也好 都是非常的棒 比如说到家的发祥地之一 或者是这个有珠希的咱们的西园 都是让我感触颇多 加拿大洪峰林传媒总编古建云表示 中国最美乡村物园和池都景泽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但是从大方面来讲 我觉得他办这个活动其实意义很深远 因为他可以把整个世界各地的华人媒体团结在一起 这是他我觉得最大的最重要的意义 此外古建云还称中国近些年来发展的很快 但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但是到了江西发现这里还是一片净土 经常就中国的那个发展很快 然后那个经济啊各方面啊 因为发展快所以问题也就很多 那比如说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土壤污染 全都有 可是我现在来到江西以后 我觉得江西还是一片净土 我非常就是感动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强卫 15日在南昌会见海外华文媒体高层参访团一行时表示 华文媒体分布在世界各地 拥有很广的人脉和信息渠道 他希望大家利用各自媒体平台多宣传介绍江西 向世界讲好江西故事